开场之后 泰达队利用角球机会率先展开攻势 卢欣在前点形成投球后蹭之后 二号埃利亚斯在后点包抄得手 帮助天津泰达在主场取得了梦幻开局 随后张孝瑞与卢欣在右侧上演了精彩的撞墙配合 可惜前者最后的赢球怒射稍稍略过了衡量 下半场一边再战 泰达队在前场的攻势不减 任一球进攻被解围之后 十号于根尾接连摆脱了三名防守队员将球打进 天津队长也是通过出色的表现 入选了米卢执教的国家队 两球落后的陕西国力大举压阵 这次在左侧利用突破送出传种 不过后点的投球攻门由于角度太正 未能考验到年轻门将刘云飞 下半场比赛第14分钟 张孝瑞在后场送出的长传 准确地交到了高峰的脚下 后者稍作观察 送出了一脚精妙的鞋床 最后助攻卡斯亚蒂诺 将比分锁定在了3比0